大家好,我是Den 在10月26号我发布的有关GD争议第一支影片中 我读完韩国网友们的留言后说了 老观众们应该知道 Bikbang是我人生中第二个翻唱的团 GD是我第二个翻唱的爱豆 所以今天这个消息 我也知道就像很多人说的一样 活该 但那些还是感到非常遗憾 私心还是希望GD之前的成就 不要就这样被XX掉 说实话,前天为止我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 但昨天收到两位粉丝的资讯后 才知道我说的活该 让很多粉丝们生气了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GD 当天在得知相关争议后 情绪确实是收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看完几乎所有韩网的留言后 不管是媒体还是网友 大家都在拿之前的争议放大现在的争议 所以在做影片的时候 虽然我也能理解为什么那些人说GD活该 但身为粉丝还是感到遗憾 希望他创下的历史不要被否定掉 所以才说了最后那一段话 但在收到私讯后 我重新去看了一下那个片段 我的表达方式确实很有问题 应该会伤到很多粉丝们的心 真的很抱歉 然后私讯给我的粉丝说 已经有人将我的影片发给GD的律师了 虽然影片的内容在喊我们翻译下 不会产生误解 只要粉丝们没关系的话 就想要一直上架 但是华语圈粉丝们认为 必须要下架 或者是要删掉我的那部分内容的话 只要私讯给我我会马上处理的 最后我想要澄清一下 有粉丝说我说完活该之后 GD法律代理人宣布要提告 韩国算命们开始狂删留言 所以我也才开始上传了 护航影片说 不要轻易相信这些谣言 不要给错误的讯息给带风向了 故意拿出太阳聚会的影片来护航 但真相是 10月26号上传第一支影片后 10月27号我马上发布了GD否认的内容 10月30号网上疯传 GD用21申请律师而被骂 所以我马上发布了 台湾媒体误会的GD消息 也就是那位粉丝说的 不要给错误的信息给带风向了 故意拿出太阳聚会的影片来护航那个影片 但是在我发完这个影片的第二天 10月31号 GD法律代理人才声明了 会对虚假事实采取强力措施 当然这个内容我也有在10月31号上传 我没有因为怕被告才开始护航 是真的想要护航 希望大家能相信 我没有一点要侮辱GD的想法 更没有要误导大家 只是想要传递目前正确的韩网反应而已 总之 再次向所有因为我的言论感到困扰的粉丝们 真心的道歉 以后会更谨慎用词的 然后关于目前GD事件的最新情况是 在GD律师的声明提告后 很多算民们删掉了自己的留言 部分明确说GD犯错的YouTube影片也下架了 但还是有很多恶意剪辑的影片没有下架 大部分主流媒体也是停留在4天前的内容 韩国警方也没有发表新的内容 只是发表了以曾云目前为止所有的检测都是阴性 我会继续更新GD的最新金矿的